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造假达人小奥森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期造假视频 就是用几十块钱的一些劣质材料可以制作出价格昂贵的浴室 来这是我买到的制作浴室的原材料 开箱 一张说明书 一小瓶色精就是用来添加颜色的 AB胶各一瓶 接下来就是重要的原料 仿浴粉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电子盛以及三个水杯 倒入50克的仿浴粉 然后配对AB胶 AB胶的比例是3比1 A胶我们倒了120克 然后B胶我们直接加到杯子里加40克 搅拌均匀 好的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加入仿浴粉 现在加入色精调个颜色 这是绿色的 哇塞这个颜色真的是有点像翡翠的那种颜色 就是这个气味不太好闻 哇塞 已经变颜色了 哇 这个模具是我上次做视频剩下的本来呢我以为里面会配备模具 但是呢没有 所以说奈何呢我们就做不成手势之类的了 那我们就做一个这样的小勺子 但是呢现在还需要静置几分钟 因为这个上面有一层小小的泡沫 需要等这个泡沫完全的消散以后 已经差不多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原材料注射到这个勺子的模具里面 那剩下的我们就放到这个杯子模具 24小时 那我们就24小时以后 见 24小时以后 观众朋友们已经非常成功的制作完成了 但是这个杯子里的浴石 取不出来了 如果要想取出来的话 除非把这个杯子弄碎 制作的这个小勺子是没一点问题 大家看一下 危险动作 切勿模仿 要想给它完整的取出来 我估计有点难了 尽管用了很暴力的方法 但是这个浴石呢还是依旧没有取出来 好的来总结一下 如果有完整模具的话 确实可以制作出来 相当漂亮的手势或者其他器具之类的 并且呢这个仿真度还是相当高的 而且特别的坚硬 就是刚制作出来的时候 它有一股子塑料的味道 不是塑料的味道 是那种胶的味道 特别的难闻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感觉自制的这种浴石 怎么样 过关不过关 大家感觉自制作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